他为什么会变 因为这有情众生 他有分别有知识 所以 一切境界向 都随着他念头才转变 就这么个道理 所以一定要想的 六字鸿鸣云人之德 为什么呢 超勤力尽 这一句把道理说出来 六道凡夫有勤之 四圣法界没力尽 超勤力尽四个尽 超越是法界 超勤是超越六道 超见是超越四圣法界 所以 具体体一是自信 四里无碍 四思无碍 这才成为一真法界 主要知道 一就是真的 二就忘了 就不是真的 所以佛在大臣经上 讲的很多 齐心动力 就是我 为什么 齐心动力就二了 一动就是二了 道家 也是这么说法 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万五 这个说得有味道啊 一是什么 没说清楚 只说一 二是什么 也没说清楚 二生三 三生万五 我们学了华言 学了望经还原观 很清楚的 一是什么 一是自信亲近 圆明体 二是什么 二是一正 庄严 三是什么 三是四三变 也可以说 三是阿赖耶的三细相 真的三四万 道家的这些 圣哲 给我们起了这么一个头 没细数 佛法里的细数 一是一 血一体 是一 起二用 是二了 这四三变 这三 三生万五 还原观上 讲的三变 无论是物质现象 或者精神现象 独居足 三种周边 第一个 周边发解 第二个 畜生无尽 变化无穷 这能生万五 第三个 是寒荣空游 这还原观上 讲的 那照大臣里面讲 一 是自信 也叫发信 二呢 一念不久 二有无名 这个无名是什么 阿雷 你看 一真一忘 二了 一是真心 二是忘心 忘心出来了 忘心里面 有三个特性 三种现象 叶象 转向 进阶象 同时出来 科学家 说能量 信息 物质 这能生万法 能量 阿雷 也第一项 也就是 震动 现在 科学里面 讲震动 转向 是信息 境界 向 是物质 那 从这 升起来的 这是 将宇宙万法 人生 将自己 从哪里来的 说得清新 清楚楚 明明白 宇宙万法 宇宙怎么来的 宇宙之间万事万无 为什么会有变化 这些变化 全是 转向 也叫 见分 踏起的作用 还原 惯上 三种周变的 舍 这第二种 措身 无尽 这一句话 就是 变幻 无穷 他为什么会变 因为 这有情众生 他有分别 有知识 所以 一切境界向 都随着他念头 才转变 就这么个道理 念头清净 便净土 念头不清净 便晦土 念头善 便善境界 三善道 念头不善 信三我道 千变万我 佛告诉我们 你可别当真 全是假的 凡所有相 皆是希望 没有一样是真的 所以诸佛菩萨 跟六道众生 生活在一起 为什么生活在一起 这本来就在一起 只是你自己不认识 你迷了 本来是在一起的 在一起 我们住会土 他们住净土 这什么道理 其实 大臣接下来不常常读吗 读了什么 你在生活上就忘掉了 你没用上 心尽 则佛图 他们这些人 觉悟了 心清净 跟我们住在一起 他还住净土 我们 我们是心人 那就住会土 我们心善 那就住天道 心不善 那住三土 设法界 一正状 也没离开 当下一命 这完全跟你讲正话 你说哪个心界 不是花言心界 你找不到一处 是在花言之外 找不到 花言心界 究竟圆满的 就是花言心界 无量寿是花言心界的核心 无比殊胜 无比殊胜的圆满 离死无碍 死死无碍 所以 一就是真 动个念头 就是忘 一真就没有了 谁见在一阵 谁住在一阵 原叫促逐菩萨 别叫促递一生 确实跟我们 是成叠的 是没有离开的 所以 他不是思量分别之所能之 思 是第六意识 分别 量 是第七识 执着 我们用第六识 用第七识 也就是说 用执着 用分别这个心 你决定 不能够了解真相 阿 尼 托 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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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